摆脱疫情之后 台北市几个主要商圈 人潮回流了 那也带动了租金行情 比如说大安区就有将近六成的店面 月租单价每平是超过三千块的 那另外在台北市信义区 尤其是中校东路五段上 居然出现单平租金破1.3万的电租 创下今年第二高 邻近百货公司五星饭店 车流人流都很多 捷运市府站对面 这家韩式烤肉店 时长大排长龙 单品月租金近八千五百元 不过隔条巷子身价大不同 知名烤肉品牌隔壁 确定由珠宝业者进驻 他们每个月砸下约三十三万元 空间大小约二十五平 每平换算下来租金约1.3万元 是今年以来第二高纪录 信义区商圈店租超越东区 只输给西门町 尤其地段精华周边生意又好 成为拉台租金行情的关键 类似状况也出现在永康商圈 从前运东门站出来 一直到永康公园 都是店面淡黄区 甚至有房东 十平大小的店面 竟开出二十万月租天价 知名芒果冰附近 也几乎看不到空租店面 现在的人流量是有回升的情况 而且回升的还算OK不错 房租的部分的话就我知道 有一些房租是已经有在浮动 有在调回来 永康街所属的大安区 电租行情明显比北市其他行政区还高 单品电租超过三千元以上比例 就高达近六成 超数第二名万华区的百分之十八点五 像是东区 然后永康 以及四大夜市或是通话夜市等等 最高学府就台大 四大 都落在大安区的部分 所以整体的一个商业的活动 是比较活络的 役后国际客回流 商圈人潮大转移 也让部分店家不惜砸大钱 也要卡位抢商机 三立新闻 杨超成一立情台北报道